62岁的刘邦要不行了 叫来文武百官托付后使 为了防止皇后吕智独揽朝政 他决定废掉吕后的儿子的太子之位 改立七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 然而就当他要颁布诏书时 却传来吕智的侄子吕产和吕露率兵逼宫的消息 口口声声要拥立刘盈登击杀了七夫人 一瞬间 刘邦差点当场去世 为了阻止二人 他只能让丞相萧和拿着虎服尝试让其退兵 然而已经到了这种局面 萧和手上的虎服在吕禅吕露面前就是沸铜烂铁 圣上命你们立即退兵 若抗旨以谋逆犯上问罪 你给我删开 走 不开 走 面对气势汹汹的叛军 刘邦一时间也束手无策 此时就算最近的援兵过来支援也来不及 就在这时 本来要被废的太子刘盈站了出来 决定用自己的命阻挡叛军 千夫皇后一后 儿子今天一死 也不让他们进来 铁了心的刘盈死死 挡在宫门前不让任何人前进一步 却被吕禅吕露直接将其抬走 继续冲了进去 刘邦只能让人关上最后一道宫门拖延时间 可吕禅吕露打着杀妖后的名义 已经开始宫门 一旦门破 这里所有人都将成为俘虏 欺负人带着上方宝剑想让众人退下 却没有一个人将他放在眼里 谁在大声喧哗 我便杀了他 你不要记 骗着上方宝剑 进来唬人 我拿下 直到刘邦颤颤巍巍出来 在场才算没了声音 直到已经走投无路的欺负人 愿意用一死换众人离开 可刘邦就是不答应 陛下 如若窃飞一死 可保圣驾 请让他们杀了窃飞吧 谁敢动你一下 面对下面的叛军 刘邦想让人后退摆布 然而这位开创了四百年大汉的开国皇帝 此时下令却没有一个人听 丞相萧和出面传令 现场依旧鸦雀无声 直到吕智开口才有人回应 后退摆布 此时的大汉皇帝虽然是刘邦 但做主的早已经成了吕智 愤怒的刘邦也只能将人叫到面前 问问到底要做什么 直到此时 吕智依旧还在打着清军策的名誉 口口声声只想清军策杀妖后 气得刘邦龙颜震怒 当即下令将二人拿下 然而后面屡产屡露的同时出手 根本不给他任何机会 给我滚 两个时辰后清军策 只剩最后两个时辰 也就是四个小时 留给刘邦的时间已经不多 他只能再一次召集群臣托付后世 刘邦早就发现吕家势力越来越大 可打天下时 他需要吕家人不能动他们 大汉开国之后 吕家已经是势力庞大 也无法轻易铲除 他只能选择费力太子 却被仲臣多次阻拦 总是说不能立敌力长 是自古不变的古致不容更改 如今却是想更改也不能了 老臣现在明白了 晚了 这吕氏乱党 大军逼近功前了 此时的刘邦只能最后嘱咐仲臣 不要忘了白马之盟 非刘姓者不可为王 非刘姓为王者 天下共诛之 然而他却忘了 此时的大汉已经不是刘家人做主 这条白马之盟 在他驾崩的三年后 就被吕智无情地撕毁了